第三点我们来介绍专利性防御作用的类型 有细胞免疫 还有抗体免疫 来从细胞免疫开始 所谓细胞免疫 就是利用细胞来杀细胞 它是由T细胞来执行的 而这种T细胞 我们叫做包毒T细胞 在这里中文包毒T细胞 我们这样写Tcell 而这个包毒用一个小写的C 这个来自这个 Cytotoxic Cytotoxic就是cell Toxic就是有毒的 所以翻译成包毒T细胞 而这种细胞免疫作用的对象 这个很重要哦 对象有三种 第一种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被感染的细胞 它表面细胞膜上会带有病原体的抗原 就是有病原体的蛋白 这时候就会被包毒细胞辨认出来 而杀掉 待会介绍 还有肿瘤细胞 我们人体里面的细胞 都可能因为突变而变成癌细胞 就是肿瘤细胞 而这个突变或者癌细胞 它细胞膜的表面 会有癌细胞的蛋白 这时候可以被包毒T细胞给辨认出来 所以把它杀掉 所以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 免疫系统比较发达 T细胞很多 所以只要身体里面有任何细胞 产生的突变 就会马上把它杀掉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越来越老之后 我们免疫系统会下降 因为我们胸腺已经萎缩掉了 然后不断的有正常细胞 会突变成癌细胞 然后T细胞过来把它杀掉 但总有落网之余 而且我们老了之后 T细胞数量也比较少了 所以这时候 没有被发现到的癌细胞 就会不断的增生 最后造成了癌症 好,再来细胞免疫的对象 最一种是移植的组织器官 就器官移植 而这时候我们包毒T细胞 无法去辨识 这个移植器官细胞抹上蛋白质 跟原本的不一样 它就把它认为是外来的 所以会攻击它 所以造成排斥的现象 好,再来C点 这个包毒T细胞的受体 跟免疫对象特定的抗原结合之后 所以这里我们要介绍 什么叫受体 什么叫抗原 我们看一下 抗原可以引发专性免疫反应的物质 这种化学因子 我们叫做抗原 而这个抗原的成分 大多数都是蛋白质 它的来源可能是外来的 比如说像外来的细菌啊病毒等等 也可能来自我们的体内 来自我们体内的这个叫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就是体内的淋巴球攻击了体内正常的细胞 这可能发生在人体的任何的部位 而这种异常的免疫反应 就是说把自己身体里面不是病毒或者细菌的东西 把它当成是病毒或细菌 就当成病原体 然后去攻击它 想办法把它消灭 常见的疾病 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红斑性囊仓 还有肝癬等等 好,这个抗体 稍后再介绍 再来 什么叫T细胞的受体 我们看这里 这个被感染的细胞 它的细胞膜表面 会带有这个病原体的蛋白质 就这里 这个叫抗原 外来的抗原 而这里是包毒T细胞 它上面会有受体在这里 这是它的受体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 它可以辨识特定的抗原 因为它具有专一性 后面会介绍什么叫专一性 T细胞细胞膜上面的受体 它可以跟抗原结合 具有专一性 它的成分是蛋白质 它是由T细胞产生的 细胞胞浪生的电脒 是的 作为用意 诶 它是大家